各位同修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感谢您再次点入今天的法器教学 来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要来分享小木鱼的律动打法 什么是律动呢 在法器教学第十一集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律动就是一种身体的肢体语言 融入在旋律跟拍子里面 产生出来一种东西叫律动 有律动跟没律动的声音是差很多的 没有律动就是死板板的 茶茶的 那有律动会更活泼 融入感更多 所以今天要教你这种打法呢 可能跟你以前听到的不一样 如果你认为想知道 想再更提升的话 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我花很多浪费你的时间 那赶快跳出去 没关系就别往下看了 好因为我今天要讲的是技巧 好那我们看到小木鱼呢 它这个版面里面 我今天选的这个是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唱法 好那它里面呢 我们看到小木鱼打在南阿陀佛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 三学小孩都会敲 我十年前就学过啦 那个他是学什么啦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教的不是南阿陀佛 不是敲着声音的地方 而是要告诉你没有声音的地方 技巧在那个没有声音的 在哪里 看一下就在南阿陀佛的前半拍 好前半拍 就在那个没有声音的地方 那怎么敲呢 好我们先看一下 大多人平常怎么敲的 我先敲手 大多人怎么敲的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酷到而已 这今天不是要跟你酷到而已 告诉你的是怎么样可以更准 声音更好听 听起来不会让人家觉得 心浮气躁的 好 差别差在哪里 告诉你 如果你是直接敲 它就像是 刚刚看到上面的板眼 它是说 这个拍子有1234 两拍为一个单位 那 阿弥陀佛 正好在这里耶 四顾到一就会准 但是大多人怎么敲 都是 1234 过了之后才赶快敲那一下 那这样敲 也没有什么不正确 但是可能在声音的集中度 或者是声音大小的平均度 或音质音频 都可能产生不一样的 因为融入感不够 那怎么样可以让你的每一声打的大小声都很像 都能够音频 音质都能很像 就是今天要讲的重点了 当你如果是用今天讲的这个律动打法 1234 四在这里 当你的四抓到 一就会好听 很准 声音的音频大小 也都会相似 不会忽大忽小 一下好听一下不好听 而且重点会打得很准 好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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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没有 你都把它抓在正确的位置 在这里 等于拍子打到了 …… 每一下就会很准 那这种打法呢 要多多练习 以前可能没听过 那一旦你懂了这个之后 你以后学其他法器呢 里面全部有这个技巧 你就可以打得很准了 好 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是这样子 我说一个法器会 全部法器全部会 是真的 会了小木鱼 等于你所有的法器都会了 看这个 打当 当还没说到 以后我们会再仔细的说 那刚刚如果这听懂了 马上来证实一下 我讲的是没骗你的 你看 我们打当的时候 一二三四 四在这上面 对不对 好 刚刚说 前半拍就先顾到 下去就很准 用你的手来抓旋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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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落 米 啊 米 对不对 尾音 啊的第四个半拍的尾音 那大多人怎么敲的 它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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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好 都给唱过 所以好像有打准 但是其实就差了一点点 可能快可能慢 如果你真的听懂什么是 绿洞的打法 你就可以打得很准 又好听 声音大大提升 跟每一个人不管他怎么唱 你全部都能配合 而不是再用以前死板板的打法了 这个打法 你如果以前不是这么打的 你没关系 就是把它 学会调整过来 你会知道非常好用 一个小木鱼会 全部法器 全部都会 注意到你的第四个地方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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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好 你聽懂你意思了嗎 如果你前面的 前面的拍子抓到了 你的每一下就會很準 以前我們學法器呢 都是先從拍子入門 拍子學會了 所以以前用的方式都是用 拍子的打法 拍子的打法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你死死的守著你的拍子 你認為你很準 但是維羅唱 他可能換氣 可能今天身體狀況沒那麼好 可能分散注意力任何可能 他可能唱的裡面有誤差 忽快忽慢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用死死的跟他打 就會兩個拍子是不同的 所以用拍子打法可能產生 他是他的拍子 你是你的拍子 兩個人不合 那但是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打法 是用什麼打呢 是用旋律的打法 而不是只是拍子 拍子得顧 但是拍子是以 維羅的拍子為主 他不管唱的忽快忽慢 你也能夠融入在他的旋律裡 你如果真正聽懂之後 不同的維羅 你都能夠 用這個方法 去融入每一個維羅 任何維羅 不管他怎麼唱 你這個方法學會 就能夠配合所有的人 下一次要告訴你 小木魚 過岸的打法 過岸打得很快 那麼少個答答也多 那老師跟不上 維羅長那麼快 我怎麼打呢 你都不能唱慢一點 你都不能唱好一點 你不能唱準一點嗎 我這樣唱我沒辦法打 你學會了 下次要告訴你一個重要的技巧 學會之後 什麼人你都能夠跟他配 而且打得很準就很好 下次來告訴你這個重要的秘密 感謝您的收看 咱們下回見了 阿彌陀佛